Day 7 第七天 現在是早上的11點05分了 然後我超餓的 沒有辦法買了一包這種organic的carrots 準備開始吃 但是今天是提早要慶祝母親節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正在去吃日本料理的路上 為了等一下我不要吃太多 我就先吃這一包 因為今天要提前慶祝母親節 所以我沒有辦法按照第七天的食譜去吃 雖然我真的很克制 然後只吃了一點點sashimi 保證這個實驗的真實性 那我只能record今天早上的體重 也就是111.6磅 那跟第一天比呢 我是輕了4.7磅 那對這個數字呢 說實話我自己還滿滿意的 那雖然沒有像想像中說 可以瘦5到10公斤 然後我的體重也並沒有到兩位數值 我還是會推薦這個diet plan給大家 因為整個過程並不難 然後也不是很痛苦 餓的時間也並不多 說實話在這個七天實驗之前 我為什麼突然間爆肥了3公斤 當然是跟我的飲食習慣有很大的關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會變得很愛吃 然後而且要吃到120分飽才知道停 這七天的體驗過程是幫助我個人 我自己修復了我之前就是這幾個月的壞習慣 然後幫助我重新走上健康飲食的一個正途 那我是真的還滿喜歡這個diet plan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之後在兩三個月定時定量都會重新再做一次 因為七天也不是很長嘛 然後也是幫助自己reset的一個排毒的一個過程 還有就是只要你養成健康的飲食還有健康的心態 你想要不瘦都難對不對 好吧我的分享就到此結束了 其實這七天過得還滿快滿開心的 謝謝大家的支持和監督了 掰掰